今天我们来到了巴黎三区的一家中文书店 叫做凤凰书店 前中书先生曾经说过 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 那也只是个邮差 我们进去瞧一瞧来一场心灵的旅行吧 一间在巴黎开了57年的中文书店 凤凰书店 创办于1965年 是在法国成立时间最早的中文书店 当年在戴高乐将军的唱意下 一位越来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法国原华专家 雷吉斯·贝热龙创办了凤凰书店 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 曾在北京大学主讲当代法国文学 并与作家老舍成为朋友 1980年 凤凰书店遭到极右分子的头弹纵火 被迫停业 书店的负责人菲利普·梅耶 也在该事件中受伤 但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凤凰书店浴火重生 一年后重新开门 还有原来的50平米 扩展成了现在的三层楼200平米的规模 至今凤凰书店已邀请 巴金 于华 莫延 刘振云 严莲科等中国作家 做客书店 他既是传播中文化的窗口 又是知识界 汉学家和乔界聚会的场所 在法文化界 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某文化、 去过中国农村 或是在中国持习过 我们的客户 大部分都是 对中国和亚洲感兴趣的法国人 这也有一些华人 最近我们中国或者中法家庭 过来这里给孩子买书 让他们学中文 看中文的绘本 学中国的文化 第一次走进这家店的时候 我有一种 好像回到了中国的感觉 文化它就是这样一种 氛围感很强的东西 法国年轻人 学中文的越来越多 如果你学语言 你不学文化 你就不能完全理解 就两个都要学 疫情一开始肯定有影响 因为我们关门了 两个月 后来法国人感觉 对书店非常支持 书店是在法国有特别的政策 为了保护版权 电子图书 价格不能超过大汽车 不能太便宜 我们有图书会 每个星期都有 一到三次 欢迎大家来看看 我们跟着Melody 去转一转 这是文房四宝 我们卖的有毛笔 中国墨汁 伊德格 眼台 眼镜 就是所有可以学 练书法练花画的 国画真的太美了 我第一次看到法院版的书法相关的书籍 哇 金句绘本 漫画现在在法国比较受欢迎 比如说最近有出版这本书 是一个特别长的一本书 哇哦 很漂亮 所以比较受欢迎 还有一些特别小的漫画 介绍北京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中文的徽本 有一些是讲中国的文化 比如说万里长城 是长城的历史 嗯 我们也有很多讲春节文化 这种比较受欢迎 见证旗舰时刻到了家人们 哇 泰和电 都是中国出版的图书 法国有这一本是讲长城 哇 历史的 嗯 孟江女 这是一对中法夫妻 女的是画画 嗯 然后男的写写字 哇 细节都很到位 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盐屋 我们再走一走 欧尼吧 好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介绍中国文学的法文版 有古典文学 比如说水浒砖 西游记的法文版 都是法国人很喜欢看的书 三国演义 还有比较受欢迎的长校图书 有刺心写的三体 三体 法国人很喜欢 最有名的特勒诺贝尔奖的墨言 像那个风露飞团 孔高梁家族 都有法文版 这本书法文版出版的时候 非常受欢迎 讲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文化 特别是家庭文化 图文并茂 这里 唐渊明吉 唐诗塞 中国诗歌 这是法文版的 是魔法 东坡剧 是苏世人写的 然后都是最有名的韩学家 翻译的古文 有韩法对照 他们翻译的都是最有名 最显示中国的古代文化的 还有道德经双语版 最比较好的是 还有助拼音 这个是我推荐的好版本 这里是中国历史的图书 清汉朝 历史 法国汉学家写的 不容易啊 这么大厚厚一本 还有一些这样 中国婚姻的 有一些中医的 对 太极权了 在法国非常受欢迎的有像 气功 柚子爵 一斤 蒸酒 这可能是卖最多的一本书 法国人会买回去在家一起摁吗 要么是专家 要么是对那个蒸酒感兴趣的法国人 这里的装饰也很中国服 你是习生 就这么乔 好 西兔 中文专业的 中文专业啊 对 然后下面是中文的千堂 有学中文和中文图书 推荐的新书 比如说刚才我跟你谈的 饕品如 我俩的故事 我们也有卖中文版的 舌尖上的法国 很有意思 这里都是学中文的图书 要么是学生或者老师 都来我们书店找书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的话也可以订 有学古文的 汉字来源 专业汉语 法汉词典 兴华词典 广东话 有很多法国人来这里 让我们给他们推荐 最适合他们的水平 或者最适合他们需求的图书 这是我们工作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Melody 我觉得你的工作 非常地有价值 关于文化的工作 都很有意思 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 来这家书店光临 多读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 这里是儿童文学 孩子学中文 最后一部分是文学 中国的文学 还有外国文学 翻译成中文 这些可能大部分 都是华人看的 需要一个比较高的汉语水平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最热门的部分 还有卖读者 像我们小时候 拿到这本书 第一件事就是翻到笑话那一遍 又找到了 童年的回忆又涌现了 轻轻说话 这里是书店 像红石 并 fine 正经讨论 郑鉄